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一面相逢 第二十集,病 世纪街道上,养得娇小的男人 正手拉手并排走在街上 引来不少人侧目 袁金夏试着甩开被竹岳握紧的手 却被竹岳反过来,将她胳膊抱得更紧 夫人你别甩开我,我,我害怕 竹岳这番动作引来了更多人的侧目 袁金夏尴尬地将竹岳拉到一旁的胡同当中 一阵语重心长 竹岳,咱们俩的现在是男人 你抱我抱得这么紧 人家该怎么看我们啊 竹岳不管不顾地埋头抱紧她的胳膊 我不管,反正我不能再让你在我眼皮底下跑丢了 看着竹岳大有坚持到底的架势 袁金夏劝告不成 心生一计 你这般年人还怎么逛啊 算了算了 不逛了,回府吧 听见她说要回府 竹岳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 好呀好呀,那我们赶紧回府吧 刚走了两步 袁金夏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我想吃东街口的那家桂花酥 我们正好买了带回去吧 诶,你带银子了吗 竹岳闻眼点了点头 松开了袁金夏的胳膊 在怀中摸索出几两碎银 我没带多少,不过这些应该够 诶,夫人你去哪儿? 趁着竹岳低头寻银两的功夫 袁金夏抬脚就朝着胡同外跑去 竹岳也赶紧抬脚跟上 夫人你别乱逃啊 竹岳的脚程不如袁金夏 不一会儿就跟丢了人影 竹岳只能气喘吁吁地扶着墙 看着袁金夏身影消失的地方 委屈巴巴地呼唤 夫人,你等等我啊 好不容易甩开了竹岳 袁金夏寻着梦中的记忆 摸索到了六扇门门口 看着门口宽阔的牌匾 袁金夏心头有种异样的感觉 她站在六扇门门口呆呆地 盯着门头的牌匾 直到突然被人从身后唤了一声 惊吓 袁金夏回头 看见了一张不算陌生的面孔 大刘 男人见他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表情有些别扭 你是袁金夏吗 不会又是我认错了吧 大刘困惑地摸了摸后脑勺 袁金夏点了点头 语气有些激动 我是袁金夏 是你之前六扇门的同僚 我在六扇门 是不是还有个师父 大刘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金夏确实在六扇门认了杨捕头做师父 袁金夏像是抓住了什么 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腕 对 杨捕头 还有大杨 我在梦里听过这个名字 他们是谁 也是我的同僚吗 大刘有些面带难色 杨捕头之前是六扇门的总捕头 他还有个儿子杨月 你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后来又一起进了六扇门当差 一直是极有默契的好搭档 一起破获了不少案子 拿了不少赏金 确认了自己的梦 并非空穴来风 袁金夏兴奋地握紧男人的手腕 那他们现在在哪里 大刘看着他满脸期待的模样 犹豫了一会儿后 才缓缓开口 死了 他们父子俩牵扯进一桩前朝旧案当中 被牵连斩首了 袁金夏脑海中轰得一声一道白光闪过 紧接着耳边响起一道声音 夏儿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你莫要怪自己 袁金夏脑海中闪过一个跛脚的高大身影 心头一阵巨大的悲气 迎上心头 师父 看着他状态不太对 大刘本想劝慰两句 却被不知何时赶来的路易打断 路易身上还穿着黑紫色飞鱼服 微微喘着粗气 似乎是从北镇福斯匆忙赶来的 他刚来就一个手刀砍晕了袁金夏 而后抱起他的身子 转身就走 落过大刘身边时 低声警告了他一句 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过 你也从未见过他 莫要跟别人提起这件事 这样对你好 对他也好 大刘身子微微一僵 自是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只是看着他怀里的袁金夏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就吓他的 他明明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 是他们亲眼所见 又亲手帮他收的时 他又怎会死而复生 路易与气冰冷 与你无关 你只要记得 袁金夏已经死了 还是你亲手帮他收的诗 其他的 就莫要多管闲事了 袁金夏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躺在陆府的床上了 他坐起身 扶着有些酸痛的后颈 回想起之前的一幕 抬脚就翻身下床 朝着门口跑去 人刚跑到门口 就被门外的高大身影给挡住 你要做什么 袁金夏看着面前的面色微冷的路易 在结合之前的种种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是你打晕我把我带回来的 路易脸上的表情 似笑非笑 抬手俯伤他的脸 语气温良 你病了 需要在府里好生修养 袁金夏闲雾地打掉他的手 我没病 病的人是你吧 路易 你到底还想关我关多久 你该不会就想 这么把我关在陆府一辈子吧 你觉得你这么做 就能留得住我吗 看着他愤怒的样子 路易冷冷地勾了勾唇 抬手握住他的胳膊 将他拉进自己怀里 语气温柔 却又冰冷地贴在袁金夏耳边道 不论用什么方法 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 金夏 你答应过我的 不会离开我 袁金夏看着他无比坚定的模样 正正地摇了摇头 路易 你疯了 路易笑着 将他揽进怀里 紧紧抱住 你答应过我的 金夏 你不能离开我的 不能 袁金夏被彻底禁足了 路易这次 不仅派了更多的杂役来看住他 甚至还调用了锦衣卫 每晚在院子里轮流指手 袁金夏像是被圈养在笼中的金丝雀 如何都逃不脱陆府这座牢笼 看着袁金夏日日寡欢 日渐消瘦 卓越心疼又无奈 夫人我陪你一起去爬树好不好 袁金夏坐在院子里望着空中的飞鸟正正地摇了摇头 那我陪你去花园赏花 袁金夏依旧沉默摇头 那我们去池塘里摸鱼好不好 不然我们去后院的竹林里挖竹笋好不好 或者我们去柴房看大黄 看着一直沉默摇头的袁金夏 卓越最终也没了法子 夫人你别这样 你礼一礼我好不好 听着他委屈巴巴的语气 袁金夏悠悠地回过头 咱们去一趟大夫人那里吧 我有些话想跟他说 请不吝点赞订阅